開關 嗨!我是COPAPA 為您帶來的是巴塞隆納球衣 但不是Next Stream版的球員 鋼薩蕾斯跟馮賽卡 就如同畫面上這兩位 左邊帶著新段球跟新盤球 右邊則帶著新檔球技能 趕快來看看內容 巴塞隆納球衣很帥喔 首先是鋼薩蕾斯 鋼薩球事物的必殺技威力 面對盤球、傳球跟三角短傳 它是禁區跟關鍵區都是加25% 所以這張卡可以說除了兩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變弱的區域 當然中場也不算 不過以後衛來講很少會跑到中場 但可能就是兩億稍微有點風險 不過還好 最重要的是禁區跟關鍵區 它都可以維持一樣的威力 鏟球面對隸屬性有34.3萬 速數技術是32.9萬 旁邊則是兩億或者是中場的區域 接著我們來看它面對盤球 這三位技術的萊文 速數性的布萊恩 以及隸屬性的新田順 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它已經超過32.9萬了 這個數字絕對是都可以獲得對決勝利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斷球 45的必殺技威力 面對隸屬性來到34.1萬 速數技術32.6萬 同樣的超過32萬 基本上應該右邊都是對決獲勝 除了布萊恩的全能足球 它沒有辦法 33.1 速數性對決速數性 這個32.6是稍微弱了一點點 不過這是渾身一級 布萊恩不會每個時候都是維持33.1萬 但是鋼薩雷斯可以維持32.6萬 加1% 在這裡提醒各位 仍然是加大概2000的數據 這個角色為人詬病的就是它的斷球技能 這一次終於給了一個 高達455威力的斷球必殺技 所以它的斷球可以表現得這麼好 以往的版本就是因為它沒有400以上的斷球必殺技 接著我們來看它的擋球對決射門 475的必殺技威力 我就不看中場或者是2億的射門 因為那個已經不重要了 我們直接看進區跟關鍵區它有加成的 平射37.3 面對隸屬 面對技屬速數有35.8 它的高空有加成38.1萬 面對隸屬面對技屬跟速數則是36.6 低空跟平射是一樣 因為沒有額外的加成 我們看它面對射門 首先來到隸屬性的三位 分別是新田順 凱撒以及史基尼 可以看到新田順當然沒有問題 平射絕對是不行的 面對凱撒跟史基尼 它的擋球則沒有辦法擋下來 主要還是因為凱撒有擋球加成 史基尼則必須是對決獲勝的情況 然後單人對決鋼薩蕾絲才有38萬 能夠贏37.3萬 如果是多人或者是甚至沒有對決勝 他的射門是過不了 鋼薩蕾絲的擋球的 素屬性 先來看日向小市場油文圖詩的 這個有擋球克星竭盡全力 結果鋼薩蕾絲照樣把它擋下來 35.8 贏34.3 然後是布萊恩也沒有問題 鋼薩蕾絲還是贏 但是這個重新調整的WY日向小市場 擋球克星高達35.8萬 而且是日本傳球 你可以發現鋼薩蕾絲是 數據幾乎是一樣 其實就是差幾百 所以我打個差 如果日向小市場不是接貨日本傳球 而是其他國籍的傳球的話 則只有34.9萬 這個時候鋼薩蕾絲是擋得下來的 平設比較普通的 倫森布林克只有33.4萬 當然也是過不了鋼薩蕾絲的 我們接著來看基礎性 萊文全力釋放35.4萬 哇小輸4千 鋼薩蕾絲還是擋下來了 即使屬性是輸 接著是這一位很久不見的去年的超越底限定日向小市場 這張卡則擋球克星偏重裝盤加在一起 來到36.2萬 當然還有屬性優勢 這個36.2萬則是贏鋼薩蕾絲 不過這張卡已經很少出現了 因為你就算擋球加成贏了鋼薩蕾絲也不見得能進守門員 所以雖然鋼薩蕾絲守不下來這張卡 但這張卡可能不會出現在球場 然後是火焰龍馬34.7沒有問題 鋼薩蕾絲35.8 基本上可以看到除非在特殊條件 否則鋼薩蕾絲的擋球是穩穩的 面對高空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圈 我就不說了 基本上目前的高空射門要到38.1 或者36.6 你是找不到的 這裡已經都是頂尖的 然後我們來看低空 低空面對立屬性的新田順 32.7萬好像很厲害 但是這個37.3 完全不怕新田順的 後面我們來看看素屬性 他是怕這一位同樣的 平射他擋不下來的日向小四郎 低空他也擋不下來 因為這兩個數據是一致 日向小四郎的平射跟低空也是一致 所以平射能過低空就能過 鋼薩蕾絲就小輸幾百 其實只要再加上順發 或者是這一個加1%約2000 基本上這個日向小四郎就被廢了 接著是倫森布林克 低空高達35.5萬 如果是克里斯曼傳球給他的話 35.5其實也是輸35.8 接著是基礎性的 萊文日向小仗都沒有辦法過 鋼薩蕾絲的擋球 最後是火野龍馬的基礎性的低空 只有這一個低空 全力釋放36.1萬 是贏鋼薩蕾絲的35.8萬 小贏3000 如果沒有全力釋放就剩下32.3萬 所以看起來 鋼薩蕾絲的擋球 其實基本上可以說九成九 都能夠對決獲勝 我們來看同位子各項目排名 鋼薩蕾絲擋球平射第九名 前面就是赫茂崗 卡爾茲 上帝雷 以及錦川準人 面對高空的擋球 他進一步到第五名 前面就第一名的錦川樂人 然後真我幼二錦川準人 賀茂崗 接著來看他的低空擋球 第二名的又是賀茂崗 在三項擋球他都輸賀茂崗 你沒有看錯 賀茂崗的擋球真的是厲害 然後是真我幼二 卡羅勒斯 以及尤文圖斯的上帝雷 基本上他的擋球說實在話 九 五 六 真的是很強了 他的盤球是這次有給的新的必殺技 不過他是後衛 盤球不用太期待 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排序是這個樣子 其實後衛來講 不是那麼容易排到前面 這幾位排到三十幾 真的是蠻特別的 他是53 然後17秒是86 我們來看他的斷球 這次新的必殺技 排到18名 又輸賀茂崗 然後是錦川準人 然後是戈薩 不過他贏這一位 馮賽卡 跟他同一天出的隊友 巴塞隆納球一 他的慘球13名 算很好囉 是輸戈薩 上帝雷卡羅勒斯 但是贏馬爾賽羅 我們來看球員分析 首先是他的優勢 五名以上速數進球團 全能力值加25% 進區加25%能力 半 三名以上球團球員 全能力值加3% 然後同樣條件 可以扣敵方3% 這一個加3-3的半 以及位於我幫或敵方的關鍵區 能力值加25% 當然這個跟進區 兩個只能其中一個發動 因為你一個人不可能同時佔兩種區域 最後一個是全種類射門的時候 能力值加10% 就是這個潛能 使得他不管面對高空低空 或者平射都有非常穩定的擋球能力 這次自帶新的盤球技能465 然後斷球技能455 計算出來他的擋球分別是 平射第9高空第5低空第6 他的產球13名 他的斷球18名 都是非常好的 白值82544 超級限44 96944 我們看到外部機會 自動籃節跟自動擋球 有70%的機率發動必殺技 他是包含籃節跟擋球 非常的好 他的外部機會還有 他的隊友 馮賽卡可以為西班牙球團加1% 比卡姆也是 馬爾賽羅也是 加泰隆尼亞就是西班牙球團 他的劣勢非常的少了 鏟球就一項 這個是比較傷 因為S技能的鏟球居然只有一項 也就是你如果要防範封印鏟球的 你就必須要帶A技能 但很可惜A技能 是沒有辦法跟S技能比的 接著是斷球 同樣的問題 第二項的必殺技威力 雖然也是S技能 但只有355 就是剛才一開始一直講的 以往他沒有任何一項 斷球技能是400以上 所以他斷球非常的糟糕 這次雖然給了新的 但是第二項仍然維持這麼低 他的盤球53當然不可能會是優勢 而是劣勢 我們來看他外部威脅 首先就是封印 他沒有防封印技能 所以剛才講的 包括鏟球只有一項 以及斷球的第二項 只有355的威力 這時候就很危險 一旦他被封印的 鏟球或斷球 那基本上 對手要過他 就比較容易了 尤其是像這一位 80%封印鏟球的凱撒 基本上面對到他 如果封印成功 那就是只要面對A技能的鏟球 我想凱撒要過應該是不成問題 所以我給的抽卡建議 只有單圈可以擁有 既然他沒有任何像 佔據所有球員的第一名 也就不至於是雙圈 雖然我本來很想把他升級 比如說他有自動攔截 跟自動擋球 以及他有關鍵區跟進區 都能夠穩定的加25% 不過非常可惜 這兩項是硬傷害 我們接著來看 是馮賽卡的防禦對決攻擊 馮賽卡 鏟球450的必殺技威力 面對前鋒跟中場 加成是34.2萬 面對技術性 以及面對速數力數 也有32.7萬 面對DNF或者DF 就是29.4跟28.1 同樣的看到32.7萬以上 基本上右邊盤球 他一定是對決獲勝的 那我們接著來看他的斷球 必殺技威力440比較低 但是計算出來的數據也不差 技術性他可以有34萬 面對速數力數 他也有32.5萬 旁邊就是面對 非前鋒也非OMF的 同樣這個加1% 大概是多2000的數據 那我們來看看他面對右邊的 船球跟三角短船 他有沒有辦法對決獲勝 其實32.5萬以上 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首先船球技術 速數力數 他都可以對決獲勝 然後是三角短船技術 他也沒問題 34萬這麼高 基本上不太可能 輸任何的技術球員 然後就是速數的布萊恩 又是全能足球34.4 基本上這還要是多人對決跟渾身一擊 所以這張卡說全能足球很厲害 但是恐怕也只能贏這些後尾一次 大概就是贏一次的機會 接著是凱撒 力屬性 當然沒有辦法過這個力屬性 30.4是過不了32.5的 所以這張卡在鏟球跟斷球 是你可以放心的 接著是擋球對決射門 他必殺技威力來到490 是這次新的必殺技 我們來看看面對FW跟ONF 高達37.1萬的平射擋球 面對技術性 面對力屬速數也有35.6萬 旁邊請各位自己看 就是面對DNF或DF的射門 我們來看他平射 旁邊有一大堆的差 先看同樣是力屬性 新田順不成問題 但是凱撒跟史基尼 仍然會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擋球克星 所以面對這個擋球 他是擋不下來的 你看看 冯賽卡只有35.6 面對力屬性 凱撒跟史基尼都超過38萬 接著是速屬性的日向小事長 同樣是有擋球克星 35.6 則是輸日向小事長的35.9 然後是布萊恩36.4 日向小事長面對擋球37.4 全部都是差 最後一項則是倫森布林克35.2 他是贏的 35.6是贏速屬性的 我們接下來看技屬性 三個都是全 這個立屬性的卡 其實面對技屬性可以說是壓倒式的領先 37.1萬 非常的可怕 這數據說真的 沒有什麼球員 平射 基礎性可以達到這麼高了 我們來看他的高空 面對高空他的擋球 跟平射是一樣的 順便看低空好了 沒有錯 因為他沒有高空擅長也沒有低空擅長 所以他的數據 平射高空低空都是同一組 就是37.1 跟35.6 同樣面對立屬性 高空 新田順是過不了他的 然後是日向小事長速屬性 35.8萬的高空 哇這個就贏了 冯賽卡的35.6了 所以冯賽卡在這邊要吃憋啦 一個叉叉 然後是布萊恩35 欸 布萊恩的高空比較弱 35.6是贏35 然後是這個WY的日向小事長 37.4 同樣的 冯賽卡也贏不了 那基礎性沒問題 高空 37.1都可以贏這三位 最後我們來看的是低空 面對新田順的低空 32.7萬 他有35.6 擋得下來 然後是日向小事長 油溫圖斯的 擋不下來 然後是布萊恩 還是被冯賽卡吃得死死的 不管高空低空 然後是WY的日向小事長 冯賽卡再次要吃憋 接著是低空的輪森布林克 哇這輪森布林克 只要接獲克里斯曼的傳球 37.2 35.6 根本就不可能擋下來 但是就算不是克里斯曼 而是其他荷蘭球員 35.9 也贏冯賽卡 哇要攻克這個冯賽卡 就是靠低空了 看到三個差 然後基礎性呢 同樣的都是圈 基本上這個冯賽卡 就是持定技術性的 平射高空低空了 我們來看同位子各項目排名 首先是平射的擋球 12 是輸第8名的錦川準人 第9名的鋼薩雷斯 第10名的松山光 以及第11名的石旗寮 那高空的擋球呢 是輸卡羅勒斯上帝雷 松山光 以及贏月中限定上帝雷 哇他是贏月中限定哦 這可是巴塞隆那球衣 不是限定 然後是平射面對低空 是輸第6名的鋼薩雷斯 第7名的松山光 他第8名 所以是贏第9名的戈薩 也贏第10名的月中上帝雷 可以看到他在擋球方面其實都是輸 這一位 鋼薩雷斯 但是呢他其實都小贏 上帝雷 好我們接著來看他的斷球20名 是輸18名的鋼薩雷斯 但是贏21的赤藤陽 這個是月底限定 竟然贏他 然後贏Rising上的山山淳 贏尤文圖斯的上帝雷 斷球耶 慘球16名 是輸這一位拉頓家 然後贏駱茂崗 贏景川準人 又贏月中限定上帝雷 而且贏蠻多名次的 16 25 這張卡算是非常的神勇 在慘球斷球 不過慘檔斷他幾乎就是輸 鋼薩雷斯一點點 我們來看他的優勢 首先是五名上帝屬性球團 全力值加25%的隊伍技 然後就是被動加成 FW跟ONF克星加25% 半4% 兩名上帝屬性球團 然後盾牌3.5 所以加4盾3.5 合計有7.5的貢獻 這次新的自帶的擋球 蛇尾擋球 490的必殺技威力 計算出來他的擋球 平射12高空11 低空第8 慘球16斷球20 非常的優異了 然後他的白子是81560 超越極限4次95960 他的外部機會蠻多的 首先他可以幫助里包爾發動自動攔截 70%的機率 這跟一個月中限定的格蘭迪奧斯 技術性 是一模一樣 就是幫助里包爾發動自動攔截 然後就是西班牙球團能力值加1% 以及進入對決模式的時候 可以封印對手一項必殺技 比卡姆跟馬爾賽羅都可以幫西班牙球團加1% 我們來看他的劣勢 首先他的鏟球居然只有一項 這個跟鋼薩蕾斯是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他們的S技能就是一項 他的擋球第二必殺技威力375 鋼薩蕾斯是斷球的第二必殺技威力355 所以這兩個其實設計起來非常的雷同 他沒有自動攔截 他的盤球109名 傳球99名 所以這個攻擊當然是不用看 不過本來後衛的攻擊你就不用期待 他的威脅就是封印 他沒有防封印 雖然他可以封印對手 但他也會被封印 所以一樣的問題 鋼薩蕾斯遇到的問題 馮賽卡也會遇到 比如說鏟球被封印 或者是擋球被封印 你可以看到他還沒有自動攔截 鋼薩蕾斯是有的 所以這張卡還會怕地圖傳球 以及凱薩不變 80%封印對手的鏟球 所以拿來對決這個只有一項S技能鏟球的 真的是蠻好用的 我給的抽卡建議會是單圈可以擁有 他比鋼薩蕾斯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他比鋼薩蕾斯多的 則是他可以封印對手 他可以幫西班牙球團加1% 不過他們都有明顯的缺點 不管是鋼薩蕾斯或是馮賽卡 都是在於防守技能非常的危險 所以說如果今天沒有遇到封印的卡 基本上他們的數據可以說 面對防守這個項目 他們兩個是綽綽有餘 贏得非常多 而且是非常的衝容 只要被他猜對 基本上就會贏的 不帶一提關於必殺技的組合 我為什麼鋼薩蕾斯沒有給 馮賽卡也沒有給 因為鋼薩蕾斯是8項S技能 馮賽卡是7項S技能 基本上沒有很多 你能擺的就是你收集到的 全部擺上去7項就搞定了 但是你要注意關於鏟球的問題 如果是我 我會把一項S技能拿掉 擺A技能的鏟球 這是因為鏟球被封印 實在是挺針對的 如果你就是被封印到 一項S技能 當然這張卡就可以輕鬆過你 你如果多帶了一個A技能 至少你有可能是被封印到A技能 那凱薩就不見得穩過S殘球 應該說保證過不了S殘球 以上就是我對鋼薩蕾斯 跟馮賽卡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